歡迎收看Price Weekly 我們一齊看看這個星期有甚麼熱門的科技新聞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新片 就快點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鈴鐺啦 音樂可以說是生活的必須品 無論是在家裡Chill 還是一班朋友去戶外Party Camping 一隻漂亮的藍牙喇叭絕對會加不少分 消委會今個星期就發布了藍牙喇叭的測試報告 對比了市面上16款熱門可攜式藍牙喇叭 發現貴未必一定是最好 千元有爪竟然有驚喜 今次測試了市面上16款可攜式藍牙喇叭 價錢就由$799到$2899 當作Marshall的Cuban Free就在16款測試樣本裡面 獲得最高的4.5分評分 亦是重量級機種選擇裡面最高分的選擇 報告提到Cuban Free低音表現出色 大聲播歌亦不易失真 而且電池續航力長達36小時 是所有樣本裡面最長氣 由早播到晚都沒問題 同組的Sony Autofill 5也獲得4分好評 正在高中低音平衡 而且具備IP67防塵防水 雖然大聲播歌會有輕微的失真 但音準表現依然優秀 雖然以上兩款在報告裡面都被點名讚美聲 但看回報告裡面 同樣獲得4分總評的 還有來自Year Fund的U-Boom X 定價只需要$998 便宜過同級對手一大字 雖然音質細緻到一般 但勝在音色準確 兼有長達30.7小時的續航力 都真是今次測試的性價比之王 至於在1.1kg至1.8kg中兩級的組別 Sony的Altofill 3和Marshall的Middleton 2 就同樣獲得4分總評 續航力都超過20小時 而Middleton 2報告就看到 即使以大聲量播放 音色都沒有明顯的失真 而輕便組別方面 主要樣本的表現就較為差一些 獲得總評3.5分的JBL Charge 6 就已經是同組入面 評分最高的藍牙喇叭 正在具備IP68防塵防水 和21.1小時的續航時間 不過音質細緻度就只屬於一般 不過音色的東西就很主觀的 消委會在報告中 也都建議大家在入手前 最好親身去門市試聽一下 那就包沒買錯了 有時出到街的時候 才發現電話不夠電 絕望之際見到有流動電池租借 是不是立即覺得見到救星呢? 不過大家小心 救星隨時變再升 消委會今次選擇月刊入面 還實測市面8間共享流動充電器服務 發現原來便利的背後 隨時是一個有一個的縱伏位 值得留意的是 租借尿袋都有海鮮價 消委會發現同一個品牌 在同一區甚至乎是隔幾個店位 時租的價錢可以相差成倍 每日封頂的收費更誇張 最高竟然可以差成2.3倍 最伏的是 8間服務商裡面 只有2間會在APP預先顯示收費 其餘6間都要你去到現場 Scan QR Code 才知道多少錢 想格價都沒得你格 除了收費亂 借機還機的過程都有不少的伏位 報告指 各平台的地圖導航準確度參差 試過有點錯路去了相反方向 甚至指你去商場一樓 但其實機器就在10樓 最慘是 有時去到發現店鋪已經關門 但APP還顯示營業中 結果搞到沒得還機還被人罰錢 想找CS投訴又未必即時有人回應 另外都要小心錢包陷阱 有5個平台設有電子錢包 雖然叫做方便讓你可以快些借尿袋用 但就往往有最低的增值 例如最少入30元 入了錢後就沒得退回 即是如果你只是急用一次 餘額就會被鎖死在裡面 便想逼你下次用同一個平台的服務 而最後 銷位會亦都一如以往 給了不同的消費tips給大家 例如是留意價格差異 確認歸環充電器才能離開等等 那我們在這就不一一詳述了 有興趣想知的又或者想了解更多的話 都可以上回消費會的官網 免費下載一份完整報告 回來看看香港的新品上市消息 今個星期兩間中國廠商都宣佈 將它們的手機王牌系列續續帶來香港上市 首先就由主力售性價比 和硬正兼內用的小米Redmi Note 15系列 Redmi Note 15系列 今次一共有4個不同型號在香港上市 延續上代小金剛定位 系列中較高階的Redmi Note 15 Pro 和ProPlus兩部機的設計 規格非常相似 分別就只是在於屏幕玻璃的設計 和電池容量而已 它們兩部機都得到SGS機構認證 前玻璃面板是Gorilla Glass Victus 2 可以抵禦2.5米跌落 除了IP68防水 小米就強調它們也有通過額外的測試 在2米水深之下 浸足24小時都完全沒問題的滑和 Redmi Note 15 Pro和ProPlus 另一個賣點就是拍攝性能不錯 兩部機都加入了2億像素主鏡頭 也都支援OIS光學防震 首次加入直攤電池 令到能量密度更高 兩部機都擁有6500mAh的大電量 隨時用足兩天不充電都中得 以規格來說 Redmi Note 15系列兩部Pro機都算挺實用 定價方面 最便宜只需要$2399起就買得到 性價比的確不錯 但如果要再便宜一點 都可以選擇向低階少少的Redmi Note 15 又或者是Redmi Note 15 5G 埋手 但防護和處理規格就會相對差一點 講完便宜價機 就看看貴價的選擇 華為剛剛也正式宣佈 將會在香港推出最新一代Mate X7 主要設計承設回上代 摺埋的時候只有9.5mm 展開還只有4.5mm那麼薄 Mate X7 擁有紅黑白三色選擇 其中雲感白配色 就仿照中國傳統的感染工藝 機背用納米纖維交織編織而成 看上去真的有布料一樣的質感 都真的挺特別的 另外Mate X7 也採用新一代的摺疊原武架構 內屏抗充力提升了20% 上手手感依然非常堅實 還有IP59級別的防塵抗水 規格方面 今次香港引入的國際版其實有驚喜 因為它的硬件配置 是對應回內地的頂配典藏版 擁有更強的拍攝性能 搭載第二代洪峰影像系統 主鏡頭有5000萬像素 還支援F1.4至F4.0 10檔物理可變光圈 在摺機來說都應該算得上是頂級配置 至於軟件方面 要留意香港上市的國際版是會運行EMUI系統 而不是內地版的Harmony OS 雖然功能就沒那麼多 但勝在可以裝APK 香港用家應該會順手些少 華為Mate X7由1月16日開始接受預訂 到2月6日正式發售 香港的建議零售價是15988元 即是比起上代再貴了近1000元 但看規格 RAM方面亦都有提升度 提供的是16GB RAM加上512GB ROM 現在的RAM貴了那麼多 這個加價的幅度都算合理 而且現在預訂就會再送平板、耳機、體脂榜 算下的贈品都價值三千多元 為萬二元左右 不知道各位華為的粉絲又有沒有打算出售呢 Apple在iPhone 16推出的時候 曾經承諾過的升級版Siri 到iPhone 17推出之後 仍然遲遲未見影 而為了追上AI大隊 Apple就在今個星期正式確認 下一代的Apple AI模型 將會以Google Gemini和雲端技術為基礎進行開發 這個世紀合作消息一出 甚至令Google母公司Alphabet 市值一度衝上四萬億美元 Apple今次在聲明入面非常坦白 承認經過評估之後 Google的AI技術 是目前提供到最強大基礎的選擇 意味著 預計今年春季更新的Siri 將會正式注入Google Gemini的基因 不過各位iPhone用家 又不用擔心 以後要改口叫OKGoogle 因為Germini只是幕後技術提供 前端介面依然是Apple決定 系統內亦不會出現Google的標誌 Apple同時強調 所有運算依然會在裝置 又或自家的雲端進行 數據不會送到Google 確保私隱安全 說到尾 Apple今次肯放下身段借Google之力 甚至傳聞每年給10億美金 除了想盡快追落後之外 其實都是想止血 免得客人因為嫌棄Siri蠢 而轉會去到Android陣營 至於這個雜兩家大城的新Siri 是不是真的這麼無敵 等2026年的春季 我們就跟大家試一下它 有用Finalcuts Pro 又或Logic Pro的Mac機用家 動些就要給幾千元買斷 令很多人都卻步 不過Apple今個星期就宣佈 推出全新的訂閱服務 Apple Creator Studio 只需要一個月費 就可以用得完 剪片、音樂、圖像 和文書處理等等的專業工具 擺明居猛是要跟Adobe Creative Cloud搶搶 新Plan定價極具殺傷力 普通用戶每月只需要98元 又或是一次過一年980元 對比Adobe Creative Cloud Pro 個人版每月需要528元 Apple Creator Studio足足平成5倍又多 如果你是大專身又或是老師 交易價更可以用每月18元 又或是一年180元訂閱 還支援最多六人家庭共享 付了錢有甚麼玩? 除了包覽Mac和iPad版的Finalcut Pro Logic Pro 還有首次登錄iPad的PixelMedia Pro 以及Mac版的Motion、Compressor等等 Apple將這個Plan定位做AI強化版 例如Finalcut Pro 就加了鑽寫記錄搜尋和節拍偵測 剪片時可以靠關鍵字去找片 又或是自動對齊音樂拍子 Logic Pro就多了AI合成器樂手 幫你快速砌歌 甚至Keynote可以用OpenAI模型 新成圖片 不過想玩盡這些AI功能 你的手機都要夠新鮮 由於大量運算 依賴Apple Intelligence 想體驗最完整的功能 你的Mac或iPad就必須具備 Apple Silicon M系晶片 舊款Intel機就未必用到部分的新功能 不過Apple在推出訂閱鍵的同時 又不像Adobe一樣 一刀切切了買App的選項 各位依然可以選擇在App Store 買斷單一軟件 封劍遊人 而Creator Studio訂閱服務 將會在1月28日正式上架 不知道各位又準備好轉會了嗎? iPhone接機盛傳將會在今年稍後登場 漁無意外都會是摺下來幾個月的科技界焦點 二屆早前有3D設計圖流出之後 土耳其一間手機配件商 竟然流出疑似iPhone4的金屬模具和保護殼 令到這部接機的設計再度曝光 由流出的影片可以見到 新機採用內接的設計 接起來並不是現時主流的收場路線 機身比較偏向方正 而一打開就接近4比3的平板比例 根據傳聞這個內螢幕就大概是7.76吋 這個設計其實跟之前流出的有不少相同之處 包括後置的雙鏡設計 模具和保護殼上面 也都清晰顯示了MagSafe的位置 整體的設計似乎相當成素 而既然做得試版 看來iPhone4的設計未來會有改動的空間都不大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接受到這個外型的iPhone摺機呢? 以前讀大學考Final 個個都要通頂溫書死記眼背 但是原來現在 戴褲眼鏡就可以輕鬆拿A 香港科技大學最近做了一個超大膽的實驗 安排學生帶著複 博了GPT5.2的AI眼鏡去考Final 結果它不單止合格 還要以壓倒性的姿態 擊敗全場95%的人類考生 這個實驗考的是出名難讀的Computer Communication Networks 當扮人類學生的平均分只有72分的時候 這副AI眼鏡竟然只用了30分鐘就膠卷 最後還拿到92.5分 直接殺入全班頭5名 失分位主要是一些極高難度的推理運算題 不過就算答錯 它的推論過程也寫得頭頭是道 反觀人類最高分的位 雖然有97.5分 但是就足足效了3個小時 效率來說 AI都真是化人類幾條街 而運作原理也不算很複雜 實驗團隊就簡中開發自由度較高 以及搭載顯示屏幕的Rolekit Gazzes 作為實驗平台 考生只要用眼鏡鏡頭拍下題目 再經過智能電話上傳給GPT5.2分析 答案就會直接顯示在眼鏡的螢幕上 考生只要照抄就可以了 說到底 AI眼鏡雖然可以幫助推動個人化學習 幫忙收窄教育差距 但用來考試就會嚴重破壞學術誠信和公平性 所以實驗團隊也建議應該盡快立例規管 例如直接禁止在考試過程中使用AI眼鏡 甚至在市場出動信號干擾器 又或者偵測軟件去阻止出貓 保留考試的願意 大家又覺得以後的考試模式應該變成怎樣呢? 今集的Price Weekly就來到這裡了 你們有最喜歡哪條新聞呢?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又有新片 不想錯過的話 當然就要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鈴鐺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